澳门性型冠状病毒应变协调中心5月19日宣布 澳门连续41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最后一名确诊患者痊愈出院 至此澳门全部45名确诊患者均已康复出院 至今无死亡病例 无本地市区传播现象 该患者是位15岁女性澳门居民 在英国留学 3月24日从英国伦敦返回澳门 3月25日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经住院治疗56日后 符合出院标准 现已转瓦卫生局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继续接受14天康复期隔离 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李展润感谢社会各界和医护人员的付出 特区政府和全社会同心协力 和所有前线医护人员的无私奉献 做了很多努力 我们第二波的35个病人都全部康复出院 澳门我们再次可以说清零 经过我们医护人员的努力 成功维持病人零死亡 医护人员零感染的记录 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李展润表示 虽然澳门目前属低风险地区 但仍存在风险 现实的一系列防疫措施会继续维持 将继续扩大核酸检测范围 包括密切接触者 入境人员 发证门诊病人 医护人员 口岸检疫边防检查人员 养老院或社会设施工作人员 所有心入院病人都要做核酸检测 李展润表示 目前澳门仍在与珠海和香港方面商讨通关事宜 即使恢复通关 仍会维持做核酸检测和澳门健康码的措施 三个地方的一个情况是有不同的 我们都会积极和两个政府商量和沟通 尽量争取早些去恢复两地的往来 不过其实都是这么说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措施 其实都是为了市民的健康 目前澳门核酸检测能力 每天达6000人次 计划最多可到每天1万人次